各位弟兄姊妹 你們好 好 很開心和大家一齊有實體的崇拜 榮耀歸比主 哈利路亞 今天的訊息是 我將神的話藏在心裏 其實基督徒都一定是 認識聖經 曾經讀過聖經 可能記得 二恆福音三恩十六節 可能記得有些經文 但是你有多少努力放在 真是去背多些金句 應用多些金句 背金句有兩種 一種就是真是照足每個字 另一種是背那個意念 在我們來說 因為很多人來說 可能你背到一些意念 你會記得那些意念 就會對我們的靈命隨時有幫助 但是你能夠念熟當然更加好 是會隨時隨地幫助我們的生活 還有我們侍奉 處理生命 相對地 很多人將什麼藏在心裏面 八卦新聞 人的不好 傷心的東西 困難失敗 很多人心裏面一裝好 好慘 人真是壞 那些人對我不好 他們得罪我 他們傷害我 他們拿走我很多東西 很多人都收藏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有沒有好處呢 是沒有好處的 只是帶來破壞的 這些東西一定有破壞性的 所以我們心裡 我們就小心藏了些什麼 大家問一下 你從起床的時候 一直整天 你的心裡 裝著的是什麼 反覆思想的是什麼 是否一直想著 耶穌真是好 耶穌又幫我 還是反覆思想 哎呀 很難搞 很多困難 到底是哪些東西 求主幫助我們 真是把神的話藏在心裏面 詩篇119篇 是全聖經最長的一章聖經 我抽取了其中一部分 我們大家一起讀一下 都是講到神的話語的 他講到律法 都不是單是指教舊的律法 都是整體講到關於神的話語 一起讀一下 少年人用什麼結證他的行為呢 是要遵行你的話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 免得我得罪你 求你開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六十八節 你本為善 你所行的也善 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九十二節 我若不是喜愛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難中滅絕了 一零五節 你的話是我的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一百三十節 你的言語一解開 就發出亮光 使愚人通達 為什麼我講節數 因為有些人可能在網上聽 我講完節數 你會知道在一百一十九篇不同的節頌 這個內容是非常好的 少年人 其實不只是少年人 不過少年人因為太多 可以想起很多污衛的事情 很多問題 從少年開始 一直有神的話義是最好的 少年用什麼結證他的行為呢 就是遵行你的話 就是遵從神是最好的 因為不遵從神一定有破壞性 任何地方 有那麼多地方 不聽神的話 一定有破壞性 就是固執 懵討 怒吵 想別人的不好 罵別人 以惡對惡 別人不好 我要惡回他 全部都一定帶來破壞性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遵行你的話是最好的 求你將你的話藏在我心裏面 免得我得罪你 時時把神的話藏在心裏面 一方面 這個說 我將你的話 即是說 我真是刻意的 將那些話去記得 去唸了聖經 求你開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們每個人的眼睛都是打開的 入口 現在有少許人的眼睛都有點黑了 我們眼睛應該打開的 應該看著講完 這樣才能夠領受到訊息 這個說開眼 是否就是眼睛打開 這個意思 這個經文不是這樣的意思 它說到的深層 就是說 能夠在靈裡看通聖經的美好 因為聖經真的很好 因為唯有神才是一切的祝福 所以我經常都記得 詩篇十六篇說 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我所有的好東西都在神那裡 全部是神給的 我有神就足夠的 甚麼都足夠的 而且我所得的 你為我持守是神給我的 所以眼睛看到這件事 其實基本上 為甚麼有些人愛主 有些人不愛主 愛主的人就看到 神是最好的 我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跟從神是最好的 那些不愛主的人就覺得 沒甚麼所謂 總之你信耶穌 總之回到教堂去聽聽就行 那種意念在他裡面 就影響他的生命 但如果他的信念 他開眼睛看到 世上一切都是神做的 沒有人能夠走雞 你走不掉神的手 當我們要靠自己的時候 你就要面對世上一切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把握 但是神是有絕對的把握 我們的前路多困難都好 一定有把握的 所以開我的眼睛 看到神的律法奇妙 六、八節 神本為善所行的也善 我希望大家都經常這樣看 我稍後會說到 我有一個其中的神給我教導 就是發揚神、屬性、查經法和講道法 時事都說到神多好 當他經常看到神多好 人就開心、有力量了 我見過很多人有問題 他們都說 神都沒有幫我 神不幫我 神都不知道怎樣 我怎樣去找神呢 因為他們對神不認識 但為什麼我會看到神這麼好呢 第一 聖經告訴我 第二 我在生活中 經常觀察神的作為 我每一件事都去思考 即我見到什麼事都去思考 包括我身體的構造 包括神在我心靈中的感動 我看到神真的好到不得了 我經常祝福我們的 所以我看到神是最美善 我就走上神的路了 你所行的也善 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教導我 讓我看到神的美善 即我們信耶穌不只是 信和遵從 不只是做這個 而是榮耀神 我們的口說出神多好 經常活出神的美善 也都享受神的美好 多謝耶穌 人就輕鬆了 九十二節 我若不是起我們的律法 早就在苦難中滅絕了 因為人在苦難中 有很多會很低沉 身體有問題 或者被人傷害 有很多問題 但我們有神 保守我們 我們有一切都得到神的保守 得到神的祝福 一百零五節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我們前路沒有人知道的 明天有甚麼會發生呢 接下來的世界會發生甚麼事呢 我們不知道 但有神會知道一件事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祂一定會成就這個計劃 我就不用擔心 我就一定走這條路 一定蒙福的 我希望大家經常都數算回神 為我們如何預備這條路 於是以後我們都相信了 神一定有美好的道路 而神的話語一解開 就發出亮光使喻人通達 就是神的話語 當我們明白它 解開它的話語 即是用聖經解聖經 不是用一些先有的觀念 在社區 在網上有很多流行的教導 不一定全是對的 我們需要分辨的 用聖經去分辨 當我們真的用聖經去解禁聖經的時候 我們發覺聖經是很奇妙的 如人有通達 也要智慧人更加通達 所以這裡最重要的一句 我將你的話創在心裡 免得我得罪你 那心 經常都有神的話語 就很安全 很穩固 很穩定 對不起 這個照片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 這是誰 搞的 以前又有這麼多頭髮 其實那時候 因為在神學院的時候 神學院那個地方 因為雪蓉有很多藥 那時候頭髮掉得很快 之後一直掉 下面那個汽水車 現在沒有了 其實我當時用的汽水 不是用的 我曾經在暑假 我就托汽水 有幾個暑假我托汽水 我試著托兩盆細水 不過你不知道什麼叫兩盆 你看到以前那些 24瓶那些 托上肩膀 細水可以托三盆 大水可以托兩盆 還有走很多級樓梯 最重要就是去龜貝灣 龜貝灣是不知道幾多級 不知道幾多級樓梯 一落要落完 一上又上了 上就是空瓶 下降就是滿了汽水 下降到下面 然後找地方要下降 但是有時其實有空過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經常都滿了 車長就會載我們去某處睡覺 我就覺得時間很浪費 我就買了一本細聖經 我想找回一些照片也找不到 那時候買了那本聖經的那種尺寸 其實當時什麼都沒有 我只有一條褲子 和他們的衣服 就把那本聖經放在那裡 那我去到很多地方 我就在那裡唸和思想 在我初信的時候 神就給我這個心 去念金句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你可以帶著一本聖經 或者我們現在手機 你可以將 有些手機 那些聖經工具 可以有記憶 記得哪些金句 那你就練那些金句 這樣你的心就穩定了 我今天也有很多金句 放在你的紙上 不過有一點點加憎 有一點點不同了 希望大家 你也會用回那些 待會你拿回那張秩序表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就將聖經藏在心中 是一生受用不盡 你練手機 現在不用了 以前我們打電話 記得很多人的手機 那些不是手機 那時候的電話號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這個經驗 現在不用了 沒有人會念 沒有人會念 在這個時候 因為已經有了記憶 但是你記任何東西 那益處只是短暫 但是你記聖經 由你初信 到成長 到你侍奉 到你臨死 都一直有用 金句永遠在我們心中 加給我們的力量 而且神是照祝祂的應許去做事 神不是可以說 答應了就當沒事的 神一定成就 所以是一生受用不盡 所以我們在祝神的應許 就能夠得著智慧 對神有信心 就拿走負面思想 隨時得安慰力量 和隨時幫助人 由你小朋友開始到老年 所以如果大家有小朋友 你就從小時候教他 很簡單 你不用念一句 神愛世人 小時候教他 神愛世人 他懂得說 他很小時候已經懂得說 於是慢慢 聖經入了他的心 如果大家不是有小朋友 你自己也是 你現在念了金句 你重複讀重複讀 其實不用很久 你把金句拆開 一部份讀開 重複讀重複讀 你就會記得 然後你放下 可不可以記得回 記不回又看回 又再重複讀 將整句的金句 一路反覆 由一小句一小句去記 你就可以記得整節的金句 你就以後都可以用得 不過你發覺過了幾個月不用 又忘記了 又再重複讀 慢慢就會記得 好了 神亦都給我這個 法人神屬性 查經法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想到 信耶穌就說 我要做什麼 就沒有想到神多好 很簡單 譬如我鼓勵人 祈禱 我怎樣鼓勵人祈禱呢 神有個好計劃給你 是真的 真是神給你 個個 個個都有好計劃 當你一親近祂 你讚美神 依靠耶穌 神就歡喜 神見到哪個真心祈禱 神很喜歡 祂就會祝福你的生命 就會將恩典放在你身上 將各樣的福氣放在你身上 所以我們越感激神 越喜歡神 整個生命就蒙福 我昨晚看了一個見證 以前有一個人我跟他講邪靈 你上網看關子媒 然後葉牧師YouTube 你會看這個人的見證 他有好幾個見證 他說到他找我去釋放 釋放之後 他就聽到神的聲音 甚至上到天堂 很多次上天堂 上天堂 他就聽到耶穌跟他講關於我 怎麼說呢 他就很有趣 他說耶穌說 他就說葉仔 葉仔是誰呢 然後葉牧師 不過耶穌真的很親切 用我的方法 葉仔 他就覺得很親切 而且他就看到他自己的本 這個賞賜紀錄冊 他很好奇 因為是我幫助他靈命更新 他就說 我想看耶穌斯那本 《生命賜紀錄冊》 這個賞賜紀錄冊 我感謝神 不是我配的 是神的恩典 改變我 更新我 其實我犯過很多罪 但是神赦免 神將我更新改變 他就看到我的生命賜紀錄冊 是厚 包金 和表面上寫著我的愛子 然後寫我的名字 我自己聽到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神啊 我不配 我看回 神啊 你真是好 我看到是神的本 那個好處 不是我的好 不是我夠好 是神多好 將我提升 將我改變 所以我一想到神 神真的好 你真的養得好 所以我 時時我講到聖經 我跟別人講到話 我都是說神很疼愛你的 你親近神 神就有很多禮物 逐樣送給你的了 凌凌隆隆 你一生是用之不盡的 是不斷有不同的恩典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經常 第一件最重要的是 神的尾線 這個線 於是你祈禱 神的尾線就臨到你身上 你看聖經 就發掘神的尾線 你遵從神 神就會紀念 耶穌很特別 祂就說到你給一杯涼水 都不能不得賞賜 就是祂說 祂說你做少少都好 你有真心去做 我就會賞賜 就是看到神那種美善 但是人是不同的 人就說 你什麼考試九十分 人家一百分 你九十分未夠好 可能有些人會這樣 你已經很好 祂不會看你的努力 祂只是看你未做得夠好 但是神永遠都說 我一杯涼水 很多人說 有沒有搞錯 一杯涼水 這麼簡單 我都做到 耶穌說 那你就做了 你做我就歡喜 你真心做我就歡喜 耶穌就是這樣的 原來是 這麼容易 令到祂歡喜 我們就有信心 所以我越看聖經 我就越發覺 我們的神是美麗到不得了 從來沒有一個人 這麼簡單 這麼體重人 這麼接納人做任何的事 任何祂都欣賞的 任何好的事 祂都一定賞賜的 神那種美善是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你想到我 就想到什麼呢 發揚神屬性 發揚神的美善 祂的本性多好 我一起給大家 前書二章九節 唯有你們是被簡算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經的國道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 你們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了 前面說到我們幾尊棍的身份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叫我們宣揚 那一位召我們出黑暗 本來我們住在黑暗 呼著我們脫離黑暗 進入這個 不是普通光明 是很奇妙的光明 這位神的美德 這是一個很長的形容詞 形容神 形容它就是 召你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 這個神 祂的美善 所以希望大家 永遠都是說 神真是好 即使說見證 神真是好 我們沒有聽話 但是神也吸引我 當我一聽話 神又如何提升我 神真是 時事都是祝福我們的 這樣就榮耀神了 這個就是我們生命的目的 好了 以下我會講一些 聖經對我們的幫助 我裡面也有經文的 我會發揚神屬性 即是說說神的屬性 以及有這些經文 如何幫助我們 這是第一點 就是聖經經 我們要認識神 和對神有信心 很多人對神 經常都誤會 覺得神 真的有人敢想 神整理我們 搞我們 整理我們受苦 真的有人敢說 神整理我又生病 又沒有工作 沒有人喜歡 所以他沒有想到 其實很多這些 是他自己帶來的後果 不是神做到的 我們有經文 跟我一起讀 臨後一章二十節 神的英許不論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事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叫神因我不得榮耀 在這裡說 神的英許無論有多少 在基督裡面 都是一定是yes 一定是的 他永遠不會反悔 聖經說 我們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誓公義 一定赦免我們的罪 你真心就 一定赦免 不會有例外 只要你真心 神 我真的犯了很多次 很多很多次 你赦免我 神就很歡喜 憂傷痛苦的心 必定的 祂不會輕看的 所以聖經說 它的英許 無論有多少也好 多少答應你多少 都是yes 一定是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 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當我們活在神的英許 人的生命就榮耀了 所以神那種美善是甚麼 祂是一個信實的神 而祂的信實 全部都是好東西的 有些人他們會這樣 他們以為神 就了祂 罰祂 神會罰的 當人有罪 但是當一個人真的跟從神 神會容許咒作臨到我們身上 我們要明白這一點 神永遠不會是咒作人 而且當人收到神的訊息 譬如說 你現在被咒作 這不是神的聲音 神不會這樣說 神會說 你有甚麼罪你悔改 你悔改我就祝福你 祂如果指出錯 祂只是說你有甚麼錯 祂不會說 你現在被咒作了 你現在甚麼 有人在罰 對你不好 神不會這樣說 神只是說 你有甚麼罪 你這些罪 你悔改 神就一定聽 一定祝福 所以我們的心 就不要將神變成一個 好像經常搞人的神 而是 祂一定是 實在是叫我們好的 一定是好的 祂答應了一定是好的 祂的美善 祂一定照祂的應許來做 西方的書3章17節真的很漂亮 祂在你中間 必因你歡恩喜樂 麥而愛你 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這裏對於神的屬性 是很美善 讓我們看到 神是怎樣 祂因我們很開心 很開心快樂 默默地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有多少人見到你 就馬上說 很開心 很少 如果你有子女 你買些雪糕回來 她會很開心 嘩 你有雪糕 這樣 很小的時候 看到你會很開心 不過越大 就可能 那些開心就會減退 沒有那麼興奮 但你買些東西吃回來 或者 到大 買東西吃都沒用 買手機 我買了手機給你 可能她會說 為何你不帶我去買 我要選那隻 不是你那隻 她的心意已經不同了 但是神是怎樣 雖然我們不聽話 祂會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默地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看到神裡面那種開心 和欣賞人 喜歡神 永遠都是愛人的 是很美善的 真是 神是那種善良 世人是沒有的 多謝天父 我希望大家聽到 真是好 神真是好 祂這麼美善 真是好 祂會因我們歡欣喜樂 尤其當我們愛祂親近 祂會更加歡欣喜樂 好了 《以賽書》4月9章15節 《貴仁欣藉忘記他 consomm貝的嬰孩 不連 Zu他所生之養子》 有忘記的 饵不忘記你的 武演 神做媽媽會有這種性 祂不會忘記他吃乃的嬰孩 祂患著連敏 心很關心 人們 很緊張 媽媽一定 很緊張 媽媽媽會很緊張 Jeśli 때도anno 神將這些性放在媽媽 亦都放在動物的媽媽那裏 那些動物 我見過在影片 那隻獅子不見了小狮子 牠不斷走很遠路 牠的叫法跟平時叫不一樣 呼…呼… 很淒涼的叫法 一邊找一邊找 找到很開心 就算在動物裏面 也有這種性 而且我覺得神做狗是一個很大的禮物給人 狗對人真的很忠心 很歡喜 就算是老狗 看到主人也很歡喜 這些聖都是神做在動物裏面 做在父母的心中 我們看到神本身就是聖日 都掛著我們聖日 都是想祝福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想到神 好像我這樣 真的會很喜歡神 神說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很歡喜你 你一定會祝福的 我只要聽你說親近你 你一定會祝福的 神本身已經想祝福的了 當你這幾處的經文你念了 就算你不記得 你記得甚麼 神的應許永遠都是事的 你記得這句話 已經很好 總之牠答應了 一定會做的 祂恩我們歡恩喜樂 墨然愛愛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開心到歡呼的 神永遠都不會忘記我們 你經常記得這幾句金句 你永遠都不會埋怨神的 你會說 我數一下神給我的恩典 我知道神一定愛我的 好了 聖經就是造就熟靈的生命 說安慰勸勉我們的 臨前十四章三節 但作先知廣道的 是對人說 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神的話語是安慰造就勸勉的 不然會說 你現在很慘了 快有些不好事發生 這些不是神的聲音 神的聲音永遠都是祝福 當你一悔改一跟從神 永遠是祝福 如果我們有做錯有甚麼不好 神是指出錯 不是說 給你聽 沒有希望 沒有希望的就不是出於神的 人們會說沒有希望的說話 好像你這麼笨 你將來怎樣 不行了 你將來做乞丐 這些就是沒有希望的說話 但是神會怎樣說呢 我有個計劃給你的 好好的 你想不想進入計劃 你聽話就進入這個計劃 我已經為你預備好了 神永遠是被人盼望 有機會的 永遠不會被人絕望的 所以我們的心也是 不要讓自己絕望 也不要讓別人絕望 永遠說話令人歡喜 先跳一下 接著《腓勒比書4章》13章 一起課 我靠著我 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多難做 就是神給我力量 甚麼都做到 當然這個 有些人就當他甚麼 你可否舉起地球 舉不起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說 我們的生命可以提升到一個很高的程度 當然這個 凡事多難做 不是說 我們全世界都相信耶穌 行不行 聖經不是這樣的意思 只是說 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生命 發揮到一個極限 極高的程度 這個每一個人都可以 你和旁邊都說 你可以發揮到一個極高的程度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這裡看見神甚麼屬性 神是想發揮人 和神有力量幫助你發揮 是沒有限制的 但有很多人的心中就覺得 不行的 做不到 沒有用的 不行的 我一定不行的 那個人不行的 很多人都有這些負面的想法 但我們可以說 神說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發揮 那你靠著耶穌 你一定可以一路提升 在我生命中 我學過很多東西 其實有些都很難學 但是呢 靠著耶穌 神一定可以的 我最近因為在第二間教會打鼓 其實我打鼓已經學了很多年 不過不是很多時候 我發覺有些 那些打法 一下子要連續幾下 怎樣打法 我在網上看 我又很忙 但我又不是經常練 有時來中 拿著鼓棍 即是幾下動作 手腕和手指一起 連續怎樣 怎樣打出一個連音 我們以前曾經在菲律賓 跟老師教 一下子打下去 他自己會彈 但那種一種方法 即是說什麼都改善 到我這麼大年紀 又再去改善打鼓 有些人就覺得 什麼 什麼 林佬又吹打 什麼 但是其實 林佬學吹打 但是其實我們什麼需要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學習 都有能力 可以祝福人 而最重要就是能夠祝福人 爾賽斯四十章三十一節 但那等候耶華的必重生得力 他們必如櫻展似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神給我們有無限的力量 有很多人 其實心力沒有 身力又沒有了 心裡面 很慘 很慘的時候 整個人 那些血管又不通 那些神經線又不通 結果那些人都不知為何會這麼累 但是當你有動力的時候 你自然會通的 很簡單 你要去讀書 一想讀書 沒有心機了 沒有心機 一讀 看來看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如果你說 他說 他說 立刻精神了 立刻 彈起 為什麼呢 你喜歡那件事 當你想到神是喜歡 你就有動力 就是神是最好的 很多人背金句有沒有搞錯 背金句這麼悶的事 但是當你深信神是祝福 你就背金句也有動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夠有這種動力 就算你上班 你說 哎呀我看著那班上班的人 真是很辛苦的 但是當你榮耀神 你有好的見證 那些人總會被你影響 未必個個 但是總有人被你影響 所以我們做什麼都好 就算上班 做一些很困難的事 我們都一定堅持 其實我自己 真的從早到晚 我一天就是祈禱 我和太太一起的時間 有時候拍拖 有打球的時間 其他時間 從早到晚 我是沒有浪費的 我經常都是做不同的事 因為我太多事想做 我現在準備寫很多的書 原來在網上有很多地方有網上的書 那些更加會廣闊 我會送給別人 其實我裡面有很多想法 我很希望 神為我預備一個人幫我寫 更加快 寫到更多的書 可以幫到更多人 神一定給我力量 一定可以一步一步做到的 好了 聖靈也會跟我們說話 這個應許你觸實 也是很大的幫助 不過我們一定要分清 聖靈的聲音 和邪靈的聲音 和自我的聲音 有什麼分別呢 聖靈的聲音是被人盼望 是合乎聖經 是你用的時候 將你生命改變的 邪靈的聲音是令你失望 懼怕 沒有盼望 人的聲音是追求自私 追求自己的東西 你會分別 不是你想出來 而是聖靈去教你的 約翰10章27節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很特別 很感謝神 神是跟我們說話的神 是很大的恩典 其中我一個例子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例子 我本身聽神的聲音 告訴我 不是很多的 我是教導就很多 但有些人 他真的聽神的聲音是很多的 我曾經是和一個人一起去宣教 他時常聽到神的聲音 我們就以為 那個車是去飛機場 怎麼知道原來不是 因為他叫了兩輛車 我們在那個大堂等 然後我們跟著 人們上了一個大巴巴 放下行李 然後走到中間 他就立即聽到耶穌說話 耶穌說這輛車不是去飛機場 我們問這些人 他說不是 再過幾輛才是 他叫了兩輛車 我們聽不到 然後他走 神可以即時跟我們說話 當我受迫迫的時候 亦都有兩個人 兩個人都不認識我 有一個是三不識七 在聚會見到我 因為我跟一個教目聊天 他又跟那個教目聊天 他就跟著跟我說 他說我想為你祈禱 我說好 聚會之後他為我祈禱 他就說 你現在面對著很大的困難 你一定要有很多討告 但我完全 他不認識我 他不知道我現在面對著困難 神真的會跟我們說話 不過我們要分清 那些是否出自神 而一定要用聖經去驗證 以及用聖經加力給我們 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他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疑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這個就是大家都聽到的 如果我們犯了罪 聖靈會提醒我們 那是代表什麼 神的屬性呢 神永遠接立我們 我們犯了罪 祂也接立 祂都是循循善友 一直引動我們 祂不是罵你 祂是感動我們醒的 現在很多人都是犯了罪之後 他感動到神感動他 祂就感動哭 就不是被神罵到哭 是神感動他 以至祂會受感動的 神就是這麼柔和 祂永遠都是很柔和 很謙卑 但是祂永遠都能夠幫助 任何一個 有很多見證 我上網看的 有些真的很奇妙 有些人 他的生命完全破壞 吸毒 玩女人 犯罪 坐牢 離世大譜 但是神可以改變祂 以至祂能夠幫助別人 福利比書2章13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這句話很好 講到神和我們一種高度的聯合 這裡講到當基督徒聽神話的時候 我們立心去做 立志 行出來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是神運行 即今早你回來 是神運行在你的心中 當你肯聽話肯祈禱 提醒你 是明明你自己想祈禱的 但是聖經說 你立心去做 是神提你 即是神和基督徒 尤其是愛主的基督徒 那種聯合是高度的 所以聖經有句說話講到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那麽多前書6章17節 與主聯合的 與祂成為一靈 即是神和你 是契合的 他會一直感動你 你以為你自己想 其實是神幫你提醒你的 即是我們變成 整個人 我們是自由的 即是不像我是機械人 神說轉右 轉左 不是這樣 而是你自己想轉右 但是神感動你 即是我也試過 不要搭這班車 搭下一班車 明明都不是平時搭那班車 忽然間去到那裏 就見到一個人 即是神為我安排 而我當時見到祂 即是我有很多這樣的經歷 這就是神叫我們立心去做 和做出來 都是神在我們身邊運行的 讓我們看到什麽呢 神有奇妙計劃 只要你聽話 祂一定帶你走那條路 是沒有死的 不用擔心的 不用擔心的 祂一定會教你走那條路 以至你走那條路 是不會走錯路 只要你聽話 聖靈一提你 你立即聽話 那你一定能走那條路 而唯有這條路 才是對我們最好的 這個經文我很喜歡的 《弗勒比斯2章13》 因為告訴我們 你的心有愛主的心 其實是神運行的 是神一直在我們心裡運行 而祂那種美善 和祂掌管一切 祂掌管一切 但是祂不是控制我們 祂是感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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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我們會做這些事情出來 《馬太10章19節》 你們被交的時候 不要思慮怎樣說話 話說什麼話 到哪時候 必至給你們當說的話 當我們受迫迫的時候 耶穌說 你不用怕 你不用想說什麼 聖靈到時會告訴你 所以受迫迫的時候 基督徒會經歷更大的工作 所以大災難 有些人很害怕 很多人經常想快點脫離 但其實我在網上有很多教導 從聖經是支持 耶穌回來才被提 不是一早被提 不要以為大災難來了 快點脫離 快點脫離 脫離世 世上的苦難 但其實聖經說 我們要經歷這個大災難 但很多人想到大災難死了 快點快點 我不可以生存到那時候 我在那時候之前要離世了 即是不可以生存到那時候 真的很害怕 但我就看到大災難怎麼看 我又看聖經 我詳細看 我現在一邊查考啟示錄 我這次查考還發現更多的是什麼呢 在啟示錄說到 在這段時間 三年半大災難時期 同時有兩個見證人 不斷作見證 並且有人攻擊他們 他們人口中有火出來 以及各人攻擊攻擊這個世界 讓人知道耶穌是真神 他們是掌權的 即是說在三年半災難 同時神有他的工作 最後雖然他被這個獸殺死 但又復活 又升天 應該每個人都相信耶穌 接著有三個天使要宣告 第一個天使叫人去敬拜神 第二個天使說 巴比倫大城要談到 第三個就說 凡日拜獸和受這個獸印記 他們就會在這個流氓的火湖裏面 這句說話 這個天使說是什麼時候說呢 是大張的末期一開始 如果全部人都受了印記 那時候他說也沒有意思 所以他是早期說的 告訴別人 你不要受這個獸印記 你受了獸印記 你永遠就在地獄了 他警告那些人 沒有理由等到最後 很多人都已經受了獸印記 他是開始的時候警告那些人 向全世界 全世界宣告 即是個個都聽到 而他仍然要受這個獸印記 他自己負責 那我們看到什麼呢 神掌管一切 還有聖靈會教我們當說的話 如果聖靈會教我們當說的話 到時他也會教你 你去哪裏走 你這次出正門 下一次出後門 你這次去哪裏 你躲在哪裏 你那裏有食物 或者我怎樣供應你 神會跟我們說話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大災難 是有很多興奮的事發生的 雖然隨時可以被殺 不過被殺之後 神的賞賜更加大 心裏面 我是不害怕的 到時會不會害怕呢 總有些害怕的 不過我就說 神你保守 我不害怕 我奉耶穌明宣告 我不需要害怕 即是當我越看聖經 我越看到 即不是普通人 用普通眼光看聖經的心態 而是我深信神掌管一切 我希望大家 多些在我身上看到那種詩經 詳細看聖經的重要性 有些人這樣回應我 你經常斟著於聖經字眼 那不是斟著於聖經字眼 斟著甚麼呢 斟著你的心想甚麼 我們不是信你想甚麼 我們是聖經說甚麼 我要詳細分辨聖經說甚麼 來找出答案 好了 聖經幫我們有穩定的熟靈的生命 時間關係我們就跳快些了 在這裡愛慕這個純淨的靈奶 我們就看到神是一個 真是能夠凡事供養我們的 即使神做的人奶和馬奶牛奶 全部都不同 其實人最適合喝人奶 因為真的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人生了兩個嬰兒 媽媽仔 一個餵了人奶 一個餵了奶粉 發覺餵人奶那個是健康強壯 那個吃奶粉應該是瘦的 即是很明顯的對比 即是神做的人奶是最適合寶寶的 就不是牛奶 牛奶是給牛的 神給我們的靈奶是給熟靈的 他的靈奶一定會幫到我們 你依靠耶穌有神的屬靈的靈奶 你這個靈命一定會更新的 創世紀五十章二十指 講到就是 弱室被祂的歌出賣 被祂的歌出賣 祂以為害祂 但是呢 後來祂發現原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是要保存很多人的聖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就是原來任何不好的事發生 只要我聽話 我不用擔心 神一定是為了我的益處的 我凡事我都信靠祂 我們跳來這裡 我們先不講其他 因為時間關係 爭戰的兵器 聖經給我們爭戰的兵器 很多人對於爭戰的看法 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應該從聖經去找 我們一起讀一下 勞家十章十九節 我已經給你們權兵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有聖覺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這裡說有什麼可以害你呢 鋼頭害不害到你呢 奏助害不害到你呢 很多人很擔心家族奏助 在聖經裡面說 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其實聖經那裡講到 它說什麼呢 你犯罪的 神會追討你的罪自負 胡及子直到三四代 是犯罪的後果 不是講到奏助 而聖經講到 你一遵從神 神就祝福你至千代 我想問你 你爸爸不聽話 你聽話 那是祝福他千代 而是奏助你呢 不是奏助 其實那不是奏助 是追討 是追討 還是祝福呢 你聽話 那當然是祝福 聖經說了 其實聖經是多次講到 你親近神 遵從神 一定祝福 不會有奏助追討你的 那什麼情況有呢 當人在罪中 他受 家族的影響 在罪中 又沒有信靠耶穌 那當然是奏助了 但如果他聽話的時候 他遵從神 親近神 是不需要懼怕的 那你說得很清楚 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耶穌說了 那你祝福這句 斷沒有什麼能害我 沒有什麼能害我 只要我親近神 遵從神 遵從事奉神 神一定凡事祝福 因為太多一些坊間的傳話 而那個經文 它不是從釋經而來的 因為聖經是講到 它只是說追討你的罪 這個罪的後果 並不是奏助 我們就不要把奏助放在身上 有些人就去想 糟了 是我爺 阿媽 哪一代 他犯了什麼罪呢 以至我受奏助呢 其實當我們真心信靠耶穌 我們都擺脫那些影響 即是他們是怎樣 罵人 我擺脫那些影響 我信靠耶穌 我滿有神的恩典 一定神會祝福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每一樣聽到的教導 不要這麼快 什麼都受落了 有些人說 我跟他趕家族咒作 真的有反應 其實基本上 你做很多都會有反應 但最主要問題就是 根源解決 是你趕家族咒作 它就沒有了 家族咒作 還是他親近神 和遵從神 沒有家族咒作 這一點很重要 是你斬斷 譬如那個人還是仍然是這樣 又不親近神 又犯罪 又軟弱 然後你奉耶穌明 斬斷了家族咒作 你媽 阿爺 全部斬斷了 那是否它蒙福呢 其實是不會蒙福 不過是一定他與神的關係好 處理生命的時候 他愛神 神一定為他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未曾想到 未曾想到 聽到 甚麼都是最好的恩典 所以處理方法永遠是與神關係和處理罪 好了 馬太六章十三節 很簡單的經文 主導文 我們一起讀 不叫我民如見 試探救我民脫離兇惡 因為國道權並榮耀 全是理的 直到永遠 阿門 大家念過很多次了 這裡說甚麼呢 不叫我民如見 試探救我民脫離兇惡 這個兇惡在原文可以解作爛惡者 因為它有個article the evil 即是可以解作the evil one 救我民脫離兇惡和魔鬼 耶穌打這個贖連真是怎樣呢 很簡單的 救我民脫離兇惡 你找神 不是你和魔鬼對抗 因為魔鬼 耶穌已經聖過他 你親近神 耶穌就聖過一切邪靈的作為 救我民脫離兇惡 有時有些人的教導未必是合乎聖經 我們要分辨 分辨之後就算以前這樣信 我們都應該學習去改 正如有些人相信災前避體 當聖經好稱是耶穌回來才避體 我們改不改 還是我們堅持 我信開是這樣的 我希望大家不是跟人 是跟神 因為我看到太多跟人的教導 所以我一定是 就是 說不到詞 什麼 實 什麼 就是這個 就是在這個困難之中 我一定會開聲 去告訴別人 怎樣是跟從神的方法 好了 這個全副軍裝 以忽所思六章十六節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信心就滅盡那火箭 信心什麼呢 我信神會保守我 我信耶穌 信靠祂 魔鬼的攻擊就沒有了 就這麼簡單 聖經用的方法就是親近神 魔鬼就無法攻擊 就不是說 我們可以趕邪靈 但是我們不用整天奉耶穌明 什麼咒作 什麼咒作 你現在全部離開我 而是多些親近神 聖經是沒有教到這種祈禱的 即是說 不斷對抗那些奏作 對抗那些災禍 而是親近神 神一定會保守我的 好了 聖經叫我們在困難中 依靠神來得力 臨前十章十三節 就是在一切試探 神都為我們開出路 所以幾困難都好 神答應了 祂一定做 都是事的 所有的應許在神裏面都是事的 以及就算四面受敵 我們不被困住 我們不會被困綁住 我們靠著耶穌一定是得勝有餘的 以及金句 什麼叫金句 就是聖經 聖經裡面 你讀聖經的時候 譬如說 由大義出去吊頸死 這句不是金句 你不要念金句 這句只是說一個事實 聖經也說了很多 那些意思就是埋怨神 神懲罰他 這些不是金句 這些不是念的 但是什麼叫金句 就是有一些 真的對我們有靈命的幫助 你就可以在聖經上記錄它 你也可以在你的手機上記錄了 那你就可以來記錄了 譬如這裡三句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 按手在我身上 經常記住 神現在在這裡 但是很多人不一定相信 神現在和我一起 現在按手在我身上 祝福我 還有 神為愛祂的人 預備眼睛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人心 也未曾想到 你都聽我說這個經文很多次 但是你深不深信 只要我愛耶穌 祂一定為我預備好到不得了的恩典 什麼就助 什麼困難 什麼都不用怕的 全部靠耶穌得勝 還有耶穌說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比賽更大的事 神是一定會幫我們做更大的事 神是一定會幫助我們做更大的事 神是幫助我們 在捉緊聖經的應許 當你聽到任何的教導 首先用聖經的分辨 讓你的信仰是堅定 不受人的影響 因為有些人 我經常聽他們說 我今天有攻擊 他們有什麼後果 經常說 今天發燒 又攻擊 被人罵 又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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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又攻擊 每天都攻擊 很慘 聖經有沒有這樣說話 聖經是說到 我們在神裡 是有平安 有喜樂 有力量的 耶穌來的是什麼呢 叫我們得生命 並且得更豐盛 就不是得更豐盛 是更豐盛 所以我們不要 活在那些豐盛神學裡面 經常都是豐盛的 真的很慘 很慘的 神是幫助我們 給力量 是給盼望我們 只要我們一悔改 信靠祂 親近祂 祂一定祝福的 大家相信不相信 那你就放下那些豐盛神學 好 牛子幫助我們 好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這裏順便說 背金句是甚麼幫助呢 幫助我們靈命 也幫助我們記憶力 以及加憎智慧 因為任何情況 你知道神的方法 以及預防老人癡癌症 這裏講到怎樣背重金句 多讀和聽聖經 在家常常可以播放 經常聽 重複讀和背重 跟著他一邊讀 有些經文是先背的意思 以後才準確地背 有時候也盡量講 分享聖經的經文 我們便能夠記憶 在神的話語紮根 你的生命便會提升 我們一起唱這首詩歌 和另一首詩歌 這首詩歌就是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 便答我得罪你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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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答我得罪你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多謝你 神願你來塗造我們 變神的話語 改變我們 要轉 slide 轉了 對不起 對不起 多謝耶穌 我們將我們的心打開 讓我們的心被神軟化 讓神去改變 多謝神 多謝耶穌 神願你來塗造我 使我做靈裡果子更多 不得罪你 多謝耶穌 游和于掩蔽 勤念我已成 感染万千生命 将显未是灵性 神愿你来途中啊 使我在灵里果子更加 提妙圣灵 请将什么洁正 剔罪不为愿能盛盛 恩主我又能将你 心内游和于掩蔽 勤念我已成 感染万千生命 将显未是灵性 恩主我又能将你 心内游和于掩蔽 行已可已成 感染万千生命 将显未是灵性 将显未是灵性 心内游和于掩蔽 多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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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起闭上眼去爱神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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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呀 我祝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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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祝祝 我祝祝祝祝 好多謝天父 主幫助我們在捉緊耶穌 捉緊祂的話語 將神的話語藏在心中 免得我們得罪祂 也不用懼怕 因為耶穌叫我們活得更豐盛 叫我們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耶穌叫我們不是活在懼怕之中 我之前所說的 我不是說家人會影響我們 家人會影響我們 但答案是在耶穌那裏 是親近耶穌處理生命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求主潔淨我們的心 你的心裏有些擔心 死下死下 放下那些重淡這一陣 奉耶穌命 我放下那些重淡 如果你的心裏有些擔心 用一手掃下我的心裏 奉耶穌命 把那些重淡放下 把我的煩惱放下 所有的不開心放下 幫助我有輕散的心 我深信耶穌釋放我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 很簡單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 神就會救我們脫離兇 我們不用這麼害怕 多謝耶穌 我們靠耶穌 一定得勝有餘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利亞 求主保守我們的心 讓我們滿有信心 滿有盼望 不需要懼怕 不用怕人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來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們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愿你的國降臨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道權兵 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門 請接受主的祝福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 常願我們每一個同在 讓我們活在平安 興省 安慰 得力的狀況 而不是活在懼怕 憂慮 擔心的狀況 叫我們不在一個租質神學裡面 而是一個興省的神學 喜樂的神學 活在神的愛中 多謝天父 咱們的天父 歌曲